盧啟源1977年得到当时马会主席 彭福将军赏识 成为马会特约画师 三十多年来 无数马的画和雕塑都出自他不下 马第一是外形 比例和结构 符合美学上有黄金比例 黄金比例主要是将他的头、身、脚 每样东西都用三个基数分 就会看得到 而其他动物是找不到这种比例 他逢跑马必到 但就从来都不到 因为要现场观察着每一刻 无限分心落着 马迷刨马经 不过他刨的都是马的资料 包括照片、录影带 就连马的解剖也有研究 我很喜欢跟马房的员工聊天 其实他们才是最熟马的人 因为他们跟马的时间最长 我很多时候要教他们 或者画画画给他们看这个行不行 有没有不合比例 我现在我不止下问 盧启元说他除了画马 马主和骑士之外 都会画马场 但就不会那么普通地画 马场出现的地方 在画里面都要细心一点才留意得到 那只马眼里面 可以画到整个沙田马场的看台 反映了下去 我很喜欢玩这些小把戏 一个人赢了个终点 但如果你细心看下去 他的眼罩在骑士里面 可以拍到马场 其实后面还有那一队 跟着他跑第二条 第三条的马 画马令到他在马坛 认识了不少朋友 马会、马主、练马师和骑士 都是他的顾客 画得我挺英明神武 为何不找他画 不找他画 找谁画 著名练马师叶楚行 由练习生的时候 已经开始光顾他 他说盧启元对马的熟悉程度 不让他差 我想无论马或人 他画的神态 表达的技巧 和肌肉线条 基本上看来跟真马没有分别 所以他画到马的神态、神情 表达得很好 利用对马的熟悉 在艺术工作得到成就 目前他正是专注 帮马会搞赛马历史网站 马就可以说陪了我60年 拿回他们以前的资料 为香港的马迷保留 这些有意义的记录 这些我觉得是比起 就这样画一幅画 卖了 换了生活费 这些意思仍然大 无线电视记者黄晓盈报导